发生了一件特别吓人的事 好多朋友觉得我胆子很大 不怕蜘蛛 其实可能我自己也理解错了 我不怕他们的前提是 他们都关在那个小盒子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能控制他们的时候 但今天这个刚回家 发现 越狱了 蜘蛛 哎呦这恶毛蹄的 我曾经在裸奔的时候 我被这个 这个很多年之前 被蜘蛛踢了一身的毛 真的是养的不要不要的 我现在只想把它赶紧的抓回去 其实在这种 我发现了越狱 然后突然在地上 看到一个大黑蜘蛛的时候 这个这个视觉效果 真的是很震撼 说实话哪怕是我 我有点觉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还觉得稍微有一点 这个真的很危险 这万一爬到兔子里边给兔子咬了 或者说是踢兔子一身毛 真的真的很危险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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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的话呢 这个出屋都出来了 好久没上出我蜘蛛了 这个很大 没有 大概没有20厘米 也有这个18厘米了 还是非常的 这个 刺激的 怎么样 你们看我牛逼不 不管你们说 看与不看 反正就是非常牛逼就是了 这个提醒大家一下 危险的动作 不太建议大家去模仿 看一看就行了 然后我们也是 怎么说呢 养的太久了 也是太长时间 没有去盘这些蜘蛛了 感觉我这个祖传记忆 也有点 也有点生疏了 包括我的这个胆量 可能是 岁数大了 没有以前的那么飙了 那小孩啊 外边嗷嗷一顿跑 脸着地啃地上了 也不知道疼 站起来还能接着跑 我现在 方方面面的 感觉有点衰退了 那就不行啊 男人不能说不行 不行了 赶紧赶紧送回去 不玩了 不玩了 我这么一波操作之后 身上肯定会痒 因为这个蜘蛛 踢毛还是比较厉害的 最近忙 没太管蜘蛛 干吧 不要不要的了 给他加点水 然后不行了 不玩了 不玩了 怂了怂了怂了 为了拍视频 装个笔以后 再不这样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好 回去吧你 拜拜了 您来